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 通過泛民和自由黨議員 要求梁振英本人或派遣官員上京了解利波事件 梁振英就說會議可行及有效的辦法跟進 但表明特區政府未掌握全部事實 亦不會披露警方現階段掌握的資料 吳芷根報道 答問大會未開始 泛民議員先在會議廳外問這兩個問題 梁振英一眼都沒有望過他們 入到會議廳 第一個關注梁振英的是建制派議員 現在社會上不只是他們 他們反對派是否都吵了 但很多市民、網民包括我們的朋友 都覺得如果公安是可以抓人 是否根本基本上中央對香港的理念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有否改變 中央由任命理 香港也有千億人選理 張曉明主任認為你很超然 只有你可以去問一問北京政府 我個人非常重視這件事 我會用一切可行且有效的辦法 可行且有效的辦法去了解這件事 以及解決這件事 你有沒有要求特區政府有代表的探視他們 了解這件事的真相 我希望你具體的答案 不要再敷衍 特區政府不知道 李波先生這件事的全部事實 我們首要做的工作 就是要了解事實 我們才可以為這件事定性 你或者其他人的保安局局長 應該立即上京 就這件事拿一個說法 如果你連這件事都做不到的 你和保安局局長不應該再留在這個位置 應該立即辭職 主席 議員肅靜 主席,這件案仍然在偵查過程當中 因此我們不能將警方偵查到的 這個階段所知道的所有東西 是公開披露的 人民力量陳偉業和陳志全 不滿梁振英沒有具體的回應 抗議示威被主席曾鈺成逐出會議廳 梁振英強調已經從多方面 和多層級的官員了解事件 又強調特區政府比任何人更加早關注 而社民連梁國雄在梁振英離開的時候 將一個示威道具釘向梁振英 被保安擋開 那我超級記者的一營紙更報導